所以 视自心缘依他如幻 认识自心本源 我们的自心本源是不生不灭 清静的真如佛性 依他因缘所生起之相 如同幻化没有真实的体性 达佛熟地生理 了达佛陀所说 世俗地缘起有自性空 圣身之理 观察世间 一切有为 都是从因缘生起而有 自性本来空极 主法从本来常至极灭相 自性本来空极 犹如虚空 好修我们看这个虚空啊 本来就是空极的嘛 虚空无相 无所有 我们看上去呢 什么都没有 但是不爱诸相发挥 我们现在看的是晴天啊 好天气啊 万里无云啊 它也会飘云啊 也会飘白云 也会飘乌云 也会下大雨 也会闪电打雷 我们的飞机啊 现在的飞机会在空中飞 飞鸟在空中飞 蝴蝶蚊子 都能在空中飞 虚空无相 无所有 不爱诸相发挥 即是自性空 显示的就是自性空啊 在自性空中 不爱缘起 虚空不爱 不爱诸相发挥啊 在自性空中啊 不爱因缘生起 不障碍因缘生起 有因有缘 即是俗地 世俗地 十二因缘 所生之法 其意圣生 即是圣生 中道之理 世俗地 圣生中道之理 十二缘起 大波内盘经 卷二十六 众生起见 凡有恶种 一常见 二断见 如是恶见 不明中道 无常无断 乃明中道 无常无断 即是观照 十二因缘制 念缘经说呢 无常无断 就是观照 十二因缘的智慧啊 所以达佛 俗地 生理 十二因缘 所生之法 其意圣生 即是圣生 中道之理 十二因缘 中道 大波内盘 大波内盘经 卷二十六 众生起见 凡有恶种 一常见 二断见 世间的众生 所生起的见地 他的见解呢 凡有恶种 有两种见 医者常见 常见 做国王的人 恒常做国王 尊贵之人 恒常是尊贵 这个卑贱的人啊 恒常都是卑贱啊 所以那时候 印度当时呢 这个阶级很分明啊 这个索陀罗啊 沾脱罗种啊 永远都是很别见的 这种 常见 那贫穷 户贵 男子 女人 长得端正 长得丑陋 这个象马 牛羊 牲畜之类 恒常 没有改变 生起这个常见啊 人啊 永远是人 这些生死了呢 下一辈子又是人 又做人 所以呢 他天不怕 地不怕 生起常见 这一类众生的见解中呢 不明白俗地 圣生之离 有因缘果报啊 他不明白啊 所以生起常见 人啊 永远是人 这一生做人啊 好好的享受 下一生啊 又可以做人 他不知道有因缘果报啊 会转变啊 恶者断剑 这一类的众生 这一类众生 生起断灭剑 什么都没有 没有因 也没有果 在他的断灭剑中 认为 布施啊 你修这个布施啊 东西呢 送给众生啊 送给这个有需要的人 来受用啊 或者持戒啊 你断恶修善啊 无有果报 生起断灭剑 善行恶行 我们神口意 修三种善业啊 照这个十种恶业啊 此事后事 在这一生啊 在未来生啊 都没有果报 善行恶行 此事 他事 都无果报 人死呢 就没有了 人死如灯灭啊 死了就没有了 所以他不怕作恶啊 没有后世 没有后世的果报 认为这样子了 人死就没有了 没有后世的果报 这是断剑 断灭剑 如是恶剑 不明中道 如此恶种剑啊 偏在恒常这一边 偏在断灭这一边 不叫做因缘中道 因为有一种偏在空嘛 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有一种偏在油 常常是这样子 偏在断灭这两边啊 不叫做因缘中道 无常无断 乃明中道 世俗地呢 十二因缘所生之法 有因有缘 而产生果报 不是恒常 也不是断灭 才叫做 远离以常见 断见 二边 行于中道 不着常见 也不着断见 不常 互不断 应当尽观察 诸法真实相 不生亦不灭 不常 互不断 无常 无断 即是 观照 十二因缘制 就是中道 诸法真实相 无有恒常 无有断灭 不是恒常 如此 也不是断灭 空 不常 互不断 即是观照 十二因缘法 的智慧 所以 世俗地 十二缘起 圣神 中道之离 是无常 无断 不若恒常 变 不若断灭 变 其意甚深 其意甚深 融合 空有 方广 大庄严经 卷十一 佛告 交成如 一切法 从因缘身 无有体性 离场 离断 犹如虚空 虽无作者 即以受者 善恶之法 而不败亡 行于中道 黄广大庄严经 卷十一 佛告 交成如 一切法 从因缘身 无有体性 一切 世俗 有违法 从因缘 合合身 必须要 假借 因缘 合合 才能 生起 就没有 决定的体性 无有体性 离场 离断 犹如虚空 离开 常见 离开 断见 如同虚空 虚空 你说 空也不对 你说 有也不对 离场 离断 虚空 无相 无所有 不爱诸相 花辉 所以 不是断昧空 也没有 恒常相 离场 离断 不着恶边 犹如虚空 虽无作者 即以受者 我们之前说过 无有作者 无有受者 虽无作者 即以受者 善恶之法 而不败亡 虽然没有 造作之人 什么人造作的 没有啊 没有人造作啊 什么人接受 没有 没有人接受 虽然没有 造作之人 以及接受之人 这一句 于且是地论 卷九十二 一切诸行 唯有因果 都无受者 即以作者 当之 圣明 圣义地空 就是第一地空 第一意地空 一切诸行 行是造作意 无明 无明原形 过去世的一切烦恼 称作无明 由于无明 烦恼 故 生起 生行 口行 义行 生起我们 生业的造作 口业的造作 义业的造作 这里面就有 善行 恶行 无际行 有善业 有恶业 有无际业 所以 无明原形 一切诸行 唯有因果 一切 生口意造作的 这个生口意 不超出 五蕴身心 五蕴何合 地水火风 这个身体 受想 行是 这个心法 五蕴何合 一切 生口意 造作的 善恶 无济业 唯独 只有 因缘果报 一切诸行 唯有因果 唯独 只有因缘果报 缘起 信空 信空 缘起 就这样子而已 唯独 只有因缘果报 人啊 人也是假名 安利的假名 都无受者 即与作者 都没有 纳受之人 也没有 造作之人 唯独 只有因缘果报 缘起 缘起 信空 信空 缘起 缘起 不爱 信空 信空 不爱 缘起 当之 是名 圣意地空 殊胜的 圣 意理的 意 圣意地空 圣意地空 也就是 低意地空 应当明白 如此 称作 圣意地空 称作 第一意地空 圣意地 又翻为 第一意地 所以 一切 世俗 有违法 从因缘 合合身 无有体性 离场 离断 犹如虚空 虽无作者 即以受者 善恶之法 而不败亡 虽然没有 造作者 以及没有 纳受者 善业 恶业 因缘果报法 而不败坏 不亡事 融合这 空有恶地 不偏空 也不偏有 如同 华言 寄宋说 假使 百千节 所作 业不亡 因缘 遇会时 果报 还自受 假使 经历 百千节 所作的 善恶业 不败亡 因缘 会议的时候 果报 还自受 所以 虽无作者 即以受者 善恶之法 而不败亡 而不败亡 俗地 圣身之礼 假戒 缘起 而有 自性 本来空极 善恶之法 善恶之法 是假有 空地 中地 也都是假有 无空 无中 而不假 物如来藏 如实 不空意 前面 说到 如来藏 如实空意 这里说到 如来藏 如实不空意 物如来藏 如实不空意 物有两种 解物跟正物 解物或者正物 如来藏 妙真如性 如实不空之意 前面 圣漫 赤子侯 一圣 大方便 黄广经 圣漫 伯佛言 世尊 不空 如来藏 过于 横杀 不理 不脱 不意 不失意 佛法 经文这样子而已 我们如果不看 诸解 真的看不 不晓得 不能理解 圣漫 伯佛言 世尊 不空 如来藏 过于 横杀 不理 不脱 不意 不失意 佛法 这不空 如来藏 我们就留待 下一回再说 回想 我们下集 namorko 认识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诗之慈悲法门 启任世尊 诗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三十万三千零二十五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 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佛教慈悲至业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屏东庙云寺联合举办 清水祖师圣诞 诵经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15日 星期四 大年初六 时间上午9点30分 地点 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大新路 175号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业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举办 恭佛摘天 祭礼拜 八十八佛 鸿鸿饱餐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祖法 日期2月16日 星期五 大年初七 时间上午9点 恭佛摘天 祭佛遣大供 下午1点半 礼拜 八十八佛 鸿鸿饱餐 地点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讯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吉祥如意 龙天瑞 新春迎风 龙天喜 大高雄佛教会 为一征法仪永固 展望心游 团结大高雄地区 资宿四众弟子 特定于113年1月16日 加高雄市 阿联区光德寺 举行一年一度的 鬼卯年 岁末 迎春吉祥团圆 拜年 联谊餐会 现场气氛热闹非凡 一进到五官堂 就可感受到 年味喜气满分 每年为大众服务的书法家 也来现场挥豪 每一字在举手之间 笔触细腻而不拘 行术活泼而精确 本次也特邀 荣正法师 加入辉豪的行列 与众结缘 现场红通通的春联 吉祥化 佛教法语春联 索取热烈 活动开始 离请中华佛寺协会 副理事长 传灯大和尚 大高雄佛教会理事长 穆豪大法师 大高雄 公佛摘森功德会理事长 薰茂法师等 珠山长老领众 进行洒进仪式 与佛遣大共 大高雄佛教会理事长 慕豪大法师 首先报告会晤 并在大家一年的共同努力 以圆满达成 致上万分感谢 父好 满怀感恩 在岁莫营春之际 除了可以跟大家 在亏冒年 一起迎接 假成年的好运到来 也希望 我们大高雄佛教会的 慈悲动力 能够让我们大家 更团结在一起 为众生 自立立他 都能够圆满 也能够继续蔓延 让佛教会的会晤年年 都能够发展 佛法真正的融入社会 利益更多的众生 最后呢 悟好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事物昌隆 法轮长转 光明普照世间 欢喜充满人间 阿弥陀佛 法师们在致辞时 也纷纷致成感谢 更期许新的一年 大家继续奉献 一起大转法轮 天楚妙供 离请中华佛寺协会 副理事长 传灯法师 领众供养 愿赞一切二 光明老婆 好 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中国有告的 外科典 尽料理事长 天天是很爱人的 因为我们的董 是很温暖的 但是他在这个 领域有条文 他们的经济心 都会有状态 所以在董来 大家拜年 祝大家感恩 所以在这一年 请我们的代表 都会以 帮来表较 我们大高龙 所有的感受 同意 跟所有新团队 合作 高雄市长 高雄市长 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美学 令活动更增添了诸多资产 最后由现场法师们上台与大众共同举杯 故道恭喜 祈福祝祝祷 祈愿 甲城 隆年的来临 世界 无灾难 果安 家安 民安 修福修会 共行菩萨道 神明电视 高雄采访 报道 所以当他在山中树下独自修行时 总有鸽子 乌鸦 毒蛇和鹿围绕身旁 一日 比丘坐在树下打坐中 听到鸟叫声 缓缓开眼 比丘看到一只乌鸦与鸽子在对话中 乌鸦说 我认为饥渴最苦 饥渴时 身体虚弱 眼看不清 且神志不宁 一吊住猎人陷阱身亡 我们有很多同伴 就是因此而丧失性命 鸽子说 饮渴最苦 因为色欲赤圣时 内心失去理智 行为没有顾忌 危险就接踵而来 连性命也会不保 接着毒蛇和鹿走过来 也在谈话说 毒蛇认为 称惠最苦 当毒害他人的信念一起 不分亲疏远 尽都会遭到危险 这种毒异 不仅能杀害别人 也会伤害自己 陆则表示 经部最苦 我在山林旷野兼有走时 心中总怀有恐惧 太怕被猎人或柴老捕捉 只要听闻一点声响 就会经荒地奔逃 即使是母子亲眷 也无暇相顾 所以 我认为经部是最苦的事 比丘听到鸟兽们的对话 便开口和他们说话 四只动物 集聚到比丘的面前 仔细聆听 比丘告诉他们 你们说的是枝威莫杰 没有探究到苦的根源 天底下最苦之事 莫过于拥有这个色身 因为有色身 而产生无量的忧愁与畏惧 所以 我舍弃 世间一切 出家修行 就是要斩断痛苦的根源 达到涅槃的境界 涅槃即使心念济灭 没有形象 不受色身的束缚 这才是最大的安乐 四只鸟兽听了比丘的解说后 各个点头称事 便心开一解 感到十分欢喜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 人人有身皆苦 出家修行体悟苦空无我境界 方为断苦之根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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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我们在一起学习天台中九祖传 我们继继续来探讨天台九祖里面第八祖的左膝玄壤大师 上面我们谈到左膝玄壤大师 他比较属于是修苦横的 所以他在这个山区就是修行 然后呢自己就是辟一个山洞就住了三十几年 而且呢他的生活可以说非常的简朴 他是出就是麻衣出食 就是穿的衣服啊 就是塞这个麻 就是不穿 以前我们说比较富贵的 他们穿的衣服就是丝啊 或者是丑啊 那他呢就是要穿这种麻衣啊 那出食 所以他过的是非常的勤苦的生活 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啊 发愿能够往生都算内愿 就是弥勒菩萨就是在都算天的内愿说法 那他发愿往生都算内愿啊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在中国佛教 往生净土的两种啊 是最为普遍的 就是早期呢是引弥勒净土 就是弥勒菩萨的都算内愿 那后来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的弥陀净土 那这两种的净土 当然发愿往生这个弥勒净土的呢 大部分呢都是比较属于像这个 这个为师宗或者是天台宗 那天台宗呢也有发愿都算天 也有发愿弥陀净土的极乐世界的 那发愿弥勒净土的都算内愿的呢 主要都是希望啊能够得到弥勒菩萨说法 解答我们对佛法的疑问的 所以还要再去听经文法 那当然这个从阿弥陀佛的经典里面呢 我们知道的弥陀的净土呢 那阿弥陀佛也随时在说法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啊 这个我们呢应该也没办法说 绝对说哪一个是说的这个说法 或者是不说法 只是说因为在弥勒菩萨的 都算内愿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大部分呢都是在流传的 就是弥勒菩萨呢 他一直在就是解答这个 就是众生的对佛法的疑问是这样 所以对于佛法有疑难的 就是不了解的那都比较会想要发愿到弥勒 净土都算内愿 那佐西玄党大师啊 他也是发愿往生这个都算内愿 就是弥勒净土啊 所以呢他就在他所这个 住的这个住的这个山洞里面啊 这个山壁 他就画了观音菩萨像啊 还有冰头楼像 那当然如果我们说他是发愿往生 都算内愿的弥勒净土啊 那他也画观音菩萨啊 那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随式的菩萨啊 那这样子说起来呢 其实在主师大德的这种实修的层面啊 所有的佛菩萨都没有冲突的 那所有的佛的净土也没有冲突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发愿往生都算内愿 然后他有画观音像 那他画冰头楼尊者的圣像啊 因为呢 在记载里面呢 冰头楼尊者呢 也是因为受到释迦摩尼佛的嘱托啊 要留在我们世间受贡 所以在历史上面啊 像这个东晋的这个道安大师啊 他的修行也很好 对教义的这种研究也非常的深入啊 对中国佛教的这个 这种特质啊 他有很大的贡献啊 那道安大师呢 他也这个在记载里面啊 也有提到说 他好像呢 有看到这个冰头楼尊者 因为呢 这个冰头楼尊者的这个信仰啊 在当时呢 也非常的广为流传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寺院里面啊 就是这个主桌之后呢 这个第一位呢 就是要共饭共菜 就是要共冰头楼尊者 也就是说 冰头楼尊者 他只要我们供养他 他就会受共 是这样 那能够共的人呢 就会得到加持啊 当然是这样的一个用意 那佐西玄朗大师呢 他当时啊 也画了这个冰头楼尊者的圣像啊 然后呢 这记载里面提到说 他每一次焚香 然后啊 他啊 收敛他的心念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集中他的心来供养的时候呢 那他就 特别感到啊 五色的神 神光啊 从空而下 也就是说啊 他 每一次 共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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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念啊 就是 收敛 他的心念 的时候呢 就有感应 是这样 而且呢 当场的 这个 在家出家众啊 都看得到 所以都非常的赞叹 那这个呢 也都是在 彰显 就是 佐西玄朗大师啊 他非常的用功 而且呢 他的 这个 心呢 非常的 真诚 所以可以感应 道交 啊 那么 还记载一个 就是说 他每一次啊 他诵经的时候呢 那么 天空的这一些的飞禽 就是鸟类啊 就会 飞下来 飞下来 听 听他诵经 因为他住在山区啊 然后 他洗波的时候呢 就一群的这个猴子啊 就来帮他接波 就好像他一边洗啊 就有人帮他接这个碗啊 所以 就是可以感应这一些的 这种灵兽啊 那 有一天呢 就是有一只这个 瞎眼的狗啊 就是盲狗 那么到他的山门前面啊 然后呢 就趴在地上呢 就哀嚎 因为他眼睛盲了嘛 然后 然后 这玄染大师呢 就非常的 灵敏他啦 就为他呢 上香 然后 替他忏悔 结果呢 不过十天啊 这个狗的眼睛啊 就 能够看 所以这个是 就是 让人家很感动的啊 就是 他也为这个狗啊 来 做这样的忏悔啊 为他的这种 这祈求 这样子 那 在 主席玄党大师的 这一些的传记的记载啊 应该是 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呢 他是一位 非常苦修的一位 一个修行人啊 所以 又记载到 他在 这个唐高中开元 十六年的时候啊 那么 他呢 因为 就是 在山里嘛 结果呢 就有 这个 这个官员呢 就 就是 好几次要请他出 这个山门啊 就到这个城市里面 好让他们来 清静啊 能够接受 他的教导啊 可是呢 这个 这个佐西玄党大师啊 他都 以说他身体不好 就推辞了 就表示说 他 就是在山里 然后 连这个达官选要的人呢 邀请他 他也不去 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他 全部以 他 真正的 这种 修行为重啊 那么 他呢 因为 他的老师是 这个 惠威大师嘛 那惠威大师呢 啊 其实 有 这个 另外一个 啊 就是跟 佐西玄党 大师是同学的呢 还有一位 就是 勇家 真觉禅师 就是写 勇家 正道歌的 勇家大师啊 他们是同学 所以 他们两个呢 就是 常常啊 就是 互相呢 就是有 书信的 往来啊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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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勇家集里面啊 就有 有 有记载到 这个 这个 佐西玄党大师啊 曾经给过他的信里面 曾经写到说 宣 也就是说 宣华 吵闹呢 不在城 就是 城市 或是城销啦 也就是说 这个 在 城市里面啊 啊 就是说 当然是很吵杂啊 可是真正的吵呢 啊 我们的吵杂啊 并不是说 只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啊 啊 那急呢 就不在山 也就是说 你在山里呢 你也不是说 在山里呢 就非常的寂寞 或是寂寥 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表现呢 也就是说 啊 真正的 是不是安静 或是吵闹 其实都是决定在我们的心啊 对 如果一个人 啊 他很安静的话呢 他到了城市 他也不会觉得吵闹 那 那如果一个人 他的心呢 他没办法安定啊 他在山里 他也觉得坐不住啊 所以说 宣不在城 急 不在山 所以 这个呢 就是 就是 佐西玄朗大师啊 他跟他的同学 勇家大师啊 两个人啊 就是完全都是在谈这个修行 谈这个 这个道 所以呢 他們 能够 谈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见解 那 那么 佐西玄朗大师啊 他的这种 简朴的 这种 生活 都是表现在他的衣食住行啊 所以就 有记载说 他的 一件这个七条衣啊 就是我们的七衣啊 加沙啊 就用了四十多年了 然后呢 一个作句 就是尼斯坦啊 就是我们的拜殿 拜句啊 就终身不易 也就是 他就是没有换过啊 然后呢 他吃呢 只有一道菜 没有 就是虫菜 就是没有两道菜 就是只吃一样菜 一次只吃一样菜 然后他住的地方呢 一定不住在那种 好像就是这种 比较华丽的房子里面啊 而且呢 他就是 在生活上面呢 非常的节俭啊 也就是如果他不是为了要 读乐经典啊 他就不点蜡烛 在古代是点蜡烛了 不是点灯啊 他不是说我们这个灯啊 整天都开着 或是整个晚上都开着 所以他是洗服 非常的珍惜啊 这个物质啊 这个物质啊 然后呢 他说如果不是要起来去 去观看啊 或者是去礼拜佛像 或是佛菩萨的圣像啊 他就不走一步 就是你走的话 他要知道我要做什么 所以他的心是非常的 就是安定 而且自己呢很自省 就是说 有省茶 省觉的这样的心啊 所以都能够知道说 他要做这个动作 是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和夫智者大师的 这个正修行里面的 立元对静修了 也就是说 我们要讲一句话 要走一步 就要观察说 我这个目的是要做什么 之间啊 所以呢 在这个记载里面呢 就是 谈到他 就是 十一住行啊 都是和夫修行 然后其他的这一些 细节的这些行为啊 他都依照 这个律制 所以呢 就是当时啊 他虽然住在山里啊 可是呢 很远的这些大德啊 或者是 这个附近的 这一些 就是年长的这些修行人啊 他们也都会去 他所住席的这个佐西的地方啊 去参访他 所以 他是以他的德恨 修行啊 能够感召 就是远跟近 的这一些的 想要修行的人 那么有一天呢 因为他 就是 路面的时间呢 是754年啊 那么 他 就有一天呢 就跟他的 门人啊 弟子们就说 说 无诸事已毙啊 他说他所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完了 也就是说 他该修的 他也修了啊 主要的应该是诸事已毙啊 是他要所修的修行 那 但目且行 也就是说 他 当天呢 他就 应该就是要离开这个世间了啦 六集道元 那六集呢 也就是 智者大师呢 他 就是所建立的六集佛 也就是 让我们 就是 从 这个凡夫 就是里集 就是里集佛 里集 菩提心 然后呢 到 我们听闻佛法 就能够进入明治集 这个集呢 也就是说 我们完全不懂的佛法 可是我们也有佛性 所以我们是里集佛 那我们听闻佛法 不中经典啊 了解 意理啊 那我们呢 就是有文字剥落 可以知道 我们也有佛性 那这个时候叫明治集 然后呢 我们开始起修 就惯行集 就是 开始来 落实来修啦 所以这个时候就惯照剥落 那 惯行集呢 我们慢慢的修呢 就有点相似 所以相似集 那从相似集呢 就是 我们就 断我们的这些无名啊 所以就要分正 一份一份 断一份无名呢 就证一份真如 所以叫做分正集 一份一份来证 然后最后呢 就是究竟集 所以 他跟他的这些弟子们说 六集道元啊 也就是说 他自己本身 他真的已经肯定说 他已经见性 他已经见到佛性 然后他觉得说 他已经了解 那我们的佛性是怎么样一回事啊 所以他六集集元啊 都是正到了这个究竟集 是这样啊 所以呢 万行无德 也就是说 他所有说的 就是万行 就是一切的修行的法门啊 他也没有去执着有所修 所以说当体极空 这样的意思啊 而且呢 他就交代他的弟子们啊 说戒为心本 如等于诗之 也就是说 以戒为诗啊 也就是说 修行只观 那基础呢 也就是在于戒 那这个呢 就是不离释迦摩尼佛入灭的时候啊 也是说 以戒为师啊 然后以法为师啊 也就是说 这两个呢 都是我们要修学的 以戒呢 就是我们 作为我们的心可以依据 那以法呢 我们才能够增上 所以他讲完了以后呢 他就作画 端作而逝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在唐玄宗天保十三年了 那就是七百五十四年 那他四寿八十二岁 所以他正好呢 就是又比这个他的老师 卉卉大师啊 又长寿两年 所以在早 早期的时候呢 这个寿命能够到八十以上的 都不简单啊 都算是长寿啊 那 那这个 左锡玄朗大师呢 他的这个传记啊 最后呢 他露灭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比较神奇的记载啊 也就是 他作画的那一天啊 那 这个 住在 这个附近的这个乡人 就是乡下的人 他们呢 就梦到 梦到这个 这个 左锡玄朗大师呢 他就住在一个 好像高楼大厦的第四层 那 那 这个 乡里的人呢 他醒了以后呢 就告诉他的邻居 然后他的邻居 也告诉他说 他也梦到同样的梦 这等于是说 不同的人呢 都做了同样的梦 就梦到 这个 左锡玄朗 大师呢 他就在一个 这个阁楼的四层楼上面 那四层楼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左锡玄朗大师他 发愿要往生 都帅天嘛 都帅内院听弥勒菩萨说法嘛 那弥勒菩萨所居住的 这个都帅天啊 就是在我们 遇见天的 第六 六玉天的 第四天嘛 因为六玉天的 第一个就是 是 四天王天嘛 然后 三十三天 夜魔天 再来 就是 这个都帅天 那上面就是 就是两个天啊 就是 自画天跟 他画自在天 对不对 那 这个 都帅天呢 就是在 玉界的第四天啊 所以呢 就等于是 有这样的 这个 显灵的预兆 就是 那真的 左锡玄朗大师啊 他想要 往生 都帅天呢 那他真的就是 到了这个 第四天的 都帅天 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 我们介绍的 这个天台 九族里面的 第八族 就是 首席玄朗大师啊 那 接着呢 也就是 第九族啊 那第九族呢 也是在唐代 就是 京西藏然大师 那 京西藏然大师呢 我们说 天台九族啊 因为 他们可以说 在 天台的祖师啊 就是 尤其是 智者大师啊 就是 集大成之后啊 那 天台中呢 几乎呢 这个教义跟 子冠的修行法门啊 也都是 依照 智者大师 所 这样子 成立下来的 教冠 的内容 所以 从 智者大师之后的 藏安灌顶大师啊 跟我们 也是 上两个单元 介绍的 智卫大师 慧卫大师 到 我们刚刚介绍的 佐西玄朗大师啊 都是 依照 智者大师的修行法门 就是 法伐经 然后 空甲中三冠 那 能够 这样的一个 修子冠 跟教义的结合啊 所以 这个就是 好像 直接这样子传承下来 所以 天台的 九祖 那 除了龙树 菩萨 是 印度人以外啊 中国的祖师开始 慧文禅师 慧师禅师 跟智者大师 他们也是有这样子 相承的 这样的一个法脉 就是所修的法 然后 从智者大师之后 也就等于 都是 传承智者大师所 就是整理的 这样的一个 教官并重的 这样的内容 那到了天台中的 第九祖呢 可以说 就是把天台中的 这样的一个教义啊 就是面对当时唐代的 其他的宗派啊 他就要做更有一个 就是对外 就是 宗派呢 有一些回应 所以呢 在天台中的九祖里面啊 这个 湛南京西大师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 那我们 大家共同来努力学习 我们也把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醉障 极消除 世事常行 菩萨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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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即将表演的是 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哦 佛教慈悲至夜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 岁末祈福神州忠明护法供养 即消灾超建法会 日期1月26日星期五 上午10点开始 护法供养仪轨 佛前大共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中午12点 岁末感恩联谊参会 请预先报名 下午13点半开始 奖金再加律学塑药 送阿弥陀金蒙山诗石 消灾超建回向 地点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打扫环境 洽询电话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6 或06-2716-612 洽询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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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